小伙伴们还记得电影变异中 晴天柱第一次在人类商务面前变身的场景吗 那血外喷章的既视感 哪个男生能不爱啊 现在想想还热血沸腾的呢 别着急 电影同款的注责 不如可帮你还原出来了 火焰包裹着全身 连机甲皮头上的喷绘也全都是 斩手金刀越看越帅 不会和之前一样也是可以自发光的夜光劲吧 那有汽车人的地方自然少不了他的身影 霸天虎手里威震天 同样也是电影变异中的造型 组件看着更有金属质感 加上幽暗色的火焰地台 邪恶气急拉晚了呀 果然 第一次见这种富虫的粉色 银色有点点暗昧磨砂的感觉 以后也只有这两种颜色 感觉成品的威震天肯定很帅 地台就非常熟悉了 还是那个赛博坦纹路的 来吧 该你主节出来亮相了 先把板件车都拆下来 我揪 我揪 我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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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虽然组件没多少 可几乎每一件都是新规件 一眼瞎起全都长一个样 才第一步就找不到零件了 看图片画着是黄色 黄色 黄色 黄 找到了 我天 怎么脸上长了三个洞 赶紧找其他零件给你填上 太邪恶了 满脸的周围还有点低胞天 原来为之天长这个样子 手臂完成 两只鸡眼耍力的桌面是超级的稳 我说我还以为这拼的是大腿呢 真正的大腿在这里 第一次见小腿比大腿还要粗的 果然塞不得 没看见时候的柱子哥已经蠢蠢移动 就等着亮相了吗 我也不得 图片上军刀这么帅 原来上面是有纹路的呢 组件也都是预图装 不需要贴纸来分色 来吧 柱子哥 赶紧出来给他点颜色交交 秦天柱战备状态已就位 我天 比之前的超越版整整高出了一个头啊 好像全长在腿上面了 机械外露的部分更加的多 就是可惜 兴前的车窗不能打开 不过 好在胸灯也没有被挡住 可以看见里面的发光件 武器配置就比较夸张了 除了手上的能量炮 还挂了两枚黑自由调整角度的肩炮 斩首金刀又给了一对 只是 安装的方式有些复杂 必须得拆下臂甲才能找到卡损位 但同样效果也是一等一的帅 和反派为之天站在一起 两款风格完全不同 一个走的是暗黑富武风 一个走的是街坊 就看你更爱哪一个了 吃鱼我嘛 当然两个钱都要了 看我还特地给他们准备了透明斩架 玩具越来越多了 抽策上已经没有地方了 这些个七神人八天虎 必须得好好收藏起来